第十二集 雷震子救文王姬昌 钟南山的云中子正在打坐 忽然觉得有一丝不祥的云气从眼前闪过 姬芒屈指一算 原来是文王姬昌有难 他赶紧吩咐童子将徒弟雷震子叫来 说道 徒弟啊 你父亲有难 你现在赶紧去救他 雷震子盲问 弟子的父亲是谁 云中子说 就是西伯侯姬昌 当年他在燕山收留了你 任你做了他的儿子 如今他在陵同关遇到追兵要害他 你快去虎儿牙下找一件兵器 立马去救他 雷震子离了洞府 来到虎儿牙 东瞧瞧 西看看 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正在纳闷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 心想 香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就顺着香味往前找 来到一条小溪边 只见溪边的树上 长着两颗鲜红鲜红的杏子 那扑鼻的香味正是从杏子上发出的 于是 雷震子一下子就把那两颗杏子摘了下来 一手拿一个 左看看 右看看 然后自言自语说道 我吃一个 再给师父留一个 然后 就张开嘴 吃了一个 谁知道这杏子 甘甜无比 雷震子吃了一颗 忍不住 又想吃第二颗 他眼睛看着杏子 直流口水 不知不觉 他又将第二颗杏子 咬了一大口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不禁大喊了一声 哎呀 这是留给我师父的 怎么不小心 又被我吃了一口呢 唉 也罢 也罢 谁让我师父 没有口福呢 然后三口两口 将这颗杏子 也吞了下去 这时 他突然觉得 自己的身上 有些怪怪的 左了一下 一阵猛响 忽然 长出了一只 翅膀来 雷震子大叫一声 不好了 用力去揪 可是又累下 也长出了一个翅膀来 雷震子吓得 不知所措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又明显感觉到 自己正往高 往大了 长 不禁用手 摸了摸脸 这一摸 可是不得了 怎么鼻子眼睛 也变了样 又大又粗的 雷震子 急忙跑到西边 往水里一照 我的天哪 水里映出的那个人 是个高鼻子 长牙齿 青脸面 红头发的人 自己怎么会变成 这副模样 雷震子 沮丧地拖着两只翅膀 一步一挪地 去见师父 云中子见雷震子 变成了这样 不但不惊奇 反而拍着手说 变得妙 变得妙 只见他 顺手取过一根黄金棍 递个雷震子 又在他的左翅上 写了一个疯子 右翅上 写了一个雷子 口中念念有次 说声 飞 雷震子一刹那 便飞腾起来 双翅一展 空中响起风雷之声 雷震子 云中子说 徒弟 你别发呆了 快飞往灵铜关 救你父亲去吧 雷震子 雷震子说 是 徒弟 马上就去 说完 他展开双翅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 林铜关 他刚落到 一个小山岗上 就见一个人 骑马飞驰而来 雷震子叫了一声 山下 可是西伯猴鸡昌 骑马的人 正是鸡昌 他听见有人喊他 猛然抬头 见山岗上 站着一个轻面赤发 有两只翅膀的家伙 吓得差点 没从马鞍上掉下来 口中南南说道 我正是鸡昌 雷震子一听 立即倒身下拜 说道 父王大人 孩儿来迟了 文王一听 很奇怪 莽问 你是谁 为什么称我是父王呢 雷震子说 孩儿是你在燕山 收的雷震子啊 文王一听大喜 正想问他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后面的追兵 已经到了 文王急忙上前 想拉着雷震子 躲起来 可是雷震子 展开双翅 一下子 就落在 因破败和 雷开的面前 立声说道 我是西伯侯文王的儿子 雷震子 今日奉师父的法旨 特来迎接我父亲 回西齐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性命 说着 举起手中的黄金棍 就向身旁的山石打去 只听一声震天响 山石被打成了粉末 因破败和雷横 见雷震子生的怪异 又力大无比 迟到 不是他的对手 只得带着兵马返回昭哥去了 然后 雷震子就背起文墨 展开双翅 请客间就飞过了五关 降落在 荆棘岭下 雷震子拜别父亲 飞回中南山去了 温王姬昌 回到西齐 接见了文武大臣 和各位公子 他想起了 惨死在昭哥的博弈口 只觉得心头 一阵酸痛 接着 大叫一声 疼杀我也 便一连 吐出三块肉饼 那三块肉饼 在地上 滴溜溜一转 每块都生出了 四只脚 和两只耳朵 变成了 三只兔子 飞快地向西跑了 公子激发 和文武大臣 连忙扶起文王 送入 宫中调养 过了许久 文王的身体 才渐渐好了起来 恢复健康的文王 和文武百官 一起努力 处处留心 访问贤彩 为治理好西齐 寻求方法 斗转心仪 岁月流失 不知不觉 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一天 一天 江子牙坐在西边吹吊 随口就唱了一首歌 歌声刚落 江子牙呼听身后 有人高鹤一声 贤人 江子牙回头一看 原来是周文王 急忙丢下吊杆 起身跪在地上 文王连忙上前 把他扶起来 真诚地说 久仰闲事大德 今日专程 来请先生出山相助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江子牙知道这是天意 便答应出山 辅佐周文王 于是 他乘着文王的逍遥马 跟随文王来到西齐城 文王 封八十岁的江子牙 为右灵台丞相 不久 文王激发病逝了 江子牙拥立 公子激发 为武王 江子牙 治国又方 西齐 日益兴盛起来 北京 兽兴盛起来 庆周文王 富野 底下 适配 解釁 青 态 解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